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IOH Talk 然後首先呢 先來感謝我們來自台中的張先生 多熱心一點 哪怕窮熱心 那這句話要送給所有聽我IOH講座的各位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目錄 那首先會先自我介紹 那再介紹一下 我的東吳大學的大學生活 最後也會分享我的社團經驗生活 那最後 現在先跟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明星 為什麼我要特別打注音呢 因為很多人會把那個字唸成C 那我是東吳大學歷史系四年級 那我現在有輔修氣管學系 那我高中呢 是在我的楊梅高中 國立楊梅高中 他是位於在桃園縣 桃園縣楊梅那邊 那大家想到明星 就會想到 啊 是這個明星嗎 陳柏林 其實不是喔 還是明星三缺一 很多人就是打麻將欠咖的時候 就會來找我 明星三缺一 他說我每次都被嗆 那有時候呢 我在大一的時候呢 就是我才發現 其實我真的有一點明星的架勢在 所以呢 這張照片大家看到 會聯想到誰 沒錯 就是姚明 大家就是 之前很紅的姚明臉 因為這張臉讓我覺得 欸 其實 我在大學雖然我是歷史系 但是呢 我開始有一點自信了 那 我要先跟大家介紹的是因為 我這個人其實不是很有自信的一個人 那 在大學的四年 等一下也會一一的跟大家介紹 東武大學 我給他的八字真言 我覺得是 校區雖小 但是武藏去前 這八句 這八個字 那 東武大學在哪裡 在台中嗎 不盡然 他是 在東武大 在東海大學嗎 欸 不是喔 他其實呢 東武大學 蘇州University 上面呢 是我們的校訓 養天地正氣 發古今晚人 unto a forego man 對 那講到這邊 蘇州University 大家就想 欸 蘇州在哪裡 在蘇州嗎 不是喔 但是呢 蘇州其實在之前也是我們 東武大學的原校址 那其實在抗戰 公民政府 簽來台灣之後 那其實 東武大學的 在台灣的校友 然後也在台灣就是 在今天的 台北市 建了就是現在的校子 那其實我們現在 在東武大學有兩個校區 第一個校區呢 是 城中校區 城中校區呢 是在我們的 台北車站附近 那 城中校區主要呢 是我們的法商學院 法商學院就是法律系 大家耳熟真相的法律系 還有商學院主要呢 就是器官系 或者是 我們的 經濟系等等 都是在我們這幾棟 城中校區 那 城中校區 大家會想到 這是大型的博物 大型的 補習班嗎 其實它不是 那因為呢 其實 校地比較小 但是呢 還有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校區 就是 外雙溪校區 那在外雙溪校區 這地方呢 真的是山景非常好 那也是我們在 也是我 本科系 歷史系 在的校子的地方 那在外雙溪校區主要呢 是文學院 文學院和理學院會在這邊 像我們的物理系 或者是我們的微生物系 那還有人文學 人文社會學院的話 主要就是我們的日文系啊 或者是我們的 德文系 那語言方面還有中文系 那歷史系 哲學系 這些都是在我們的外雙溪校區 那 還記得一開始的八字真言嗎 我們的校區雖小 但是 五臟俱全 那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感覺看起來很遼闊 很大的感覺 但是其實呢 我們動物大學 只僅存 就是後面 那一棟 大家看到螢幕上面 後面那一棟的 就是那幾棟建築物 那其實最旁邊的 有一棟白色建築物 那其實也不是動物大學 那是中影文化城 但是呢 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雖然我們的校區不怎麼大 但是呢 他還是有他非常厲害的地方 現在呢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東武大學的學生 一定要知道的地方 如果 你有幸來到我們東武大學 不管是歷史系 還是哪個系 你都一定要知道的地方 第一個 大階梯 我說大階 你說梯 對 這是我們在 我們就是有一個課程 那就是介紹我們 東武大學的校景 那這個是大階梯 這是我們 東武大學一定要知道的 集合地方 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 旺星廣場 這個旺星廣場就是在 B1 在我們的 B1的地方 那大家會想說 蛤 旺星 會看到星星嗎 其實也看不到星星 但是呢 旺星廣場其實非常的厲害 就是 其實我們在 我們的 不管是 戲學會或是學生會 或者是各個社團的展演 其實都會在 大家看到的就是 螢幕上面的 紅色那個 瓷磚上面 那都是社團表演 會在那邊 發光發熱的地方 所以呢 旺星廣場這地方 也是我們學生集會 學生活動的地方 也是非常特別的地方 所以呢 來東武大學 一定要知道這兩個地方 還有呢 角落的美 我覺得我們在 東武大學 雖然校區小 但是 它其實有非常多 我覺得是在各個大學 是 可能找不到的東西 第一個 席字爐 大家可以 可能看到一開始在那畫面 蛤?這什麼 青苔這麼多 難道它是 是燒什麼東西啊 我之前有問過很多人 還能說 這是靈菇塔嗎 還是這是給人家住的 還有人說是畫份子 害我有點傻眼 但是呢 它其實是一個 非常優美的一個地方 它是在我們的 東武大學的 外創溪校區的一個小角落 它是席字爐 那其實 在東武大學早期 其實席字爐的功用 是 燒公文這些 那 燒公文還有就是一些文書 那主要呢 是為了紀念 這個就是 古人愛好公民 那求許讀書 對書本 的重要 那 現在呢 因為環保的議題概念出現 所以呢 其實我們 已經沒有在使用這個席字爐 所以大家才會看到 欸 青苔很多 那這個其實 是一個非常在 東武大學我覺得是 非常特別的一個景仙 分享給大家 再來就是呢 我現在紅色框框框起來的 大家會覺得 欸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兩串好像雙結棍了 難道是 武俠之人經過東武大學 要去PK 然後所以才會有一個 雙結棍掛在那邊呢 那其實不是喔 其實 這個是我們的 鐵軌中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 最上面掛下來的那個 那一串 其實它是鐵軌 那下面當然就是一個金屬棒 那主要呢 就是在 主要為什麼會掛在這邊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在東武大學早期 其實它 沒有 科技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那其實早期 是沒有中生的 大家 現在可能高中生 或高中生 就是在學校 上下課都會有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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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都會有這種聲音出來 但是呢 其實 在以前 這個鐵軌中 的運用就是 的功能就是 就是 上下課 所使用的 那他們都會直接 拿下面的金屬棒 然後去敲那個鐵軌 那它聲音非常的響 所以呢 在東武大學這麼小的地方 這是一個好處 這一敲一敲一敲 大家都知道 噢下課了 噢上課了 這個是我們非常 特別的另外一個景 當然呢 最近呢 其實在 東武大學 學生非常有創意 那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螢幕上 的 校車 這是我們東武大學的校車 以前的校車 那我們學生發揮了很大的創意 然後在校車上面 開了一家 咖啡館 非常特別 那 在上面其實也可以買到非常 多 美味的咖啡都是學生特調的 那 其實在我們東武大學的校車咖啡 也是 就是在外雙溪校區 然後也是非常多人會去購買 也是在東武大學裡面增添一個 非常特別的一個景色 還有呢 這個是在 城中校區的 一個 法律系的跑馬燈 這個其實在新聞上面非常的有名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字 與其 就是 花21個小時 就是看直播 不如拿來準備期中考 大家可能對直播這個概念 到底什麼是直播 其實是因為最近呢 有一股 樂潮 大家看下一張圖 一定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會說 這個直播非常有名 你們一定都看過 就是這個 知道什麼嗎 小當家 沒錯 它的特輯組是小當家 那這個直播呢 其實 非常特別就是 在近期就是因為 剛好也是期末考的時候 大家就是對於 就是小當家 這個復古的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復古的卡通 又突然出來的 然後 我們就花了很多的小時 然後去看直播 那這也是一個在 法律系的 跑馬燈上 法律系那一棟的建築物的 跑馬燈上面一個非常特別的景色 介紹給大家 接下來呢 我就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科系 歷史學系 到底 它是在做什麼 那這個科系 首先去問一下大家 大家覺得歷史學系的男女比 男生比較多還女生比較多 其實想一下 很多人會覺得 好像女生比較多 好像男生也比較多 不管 但是其實 男生女生的比例是1比1 那還有另外一個迷思是 大家對歷史系就是覺得 是不是怪人很多 對 沒錯 怪人很多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的我 其實我也覺得 我是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怪人 對 那其實 在歷史學系 非常多的 不管是 研究型的 就是學生 或者是 常常跑活動的學生 那我是比較屬於後者的一個怪人 那 聽到歷史系 大家第一個反應一定就是 蛤 歷史系 要幹嘛 歷史系是幹嘛的 其實歷史系 不是考古 也不是挖死人骨頭 很多人會對一個歷史系的迷思是 歷史系 就是出來就是考古 就是挖死人骨頭 其實不盡然 歷史系其實有非常多 可以發展的 一個趨勢 那 現在看到的是我們的 就是 歷史系的一個 整個課程的一個 大致 一個規劃 那 在大一進來 其實會有一個基礎的課程 我們一樣呢 會從我們的 基本歷史的一個史觀 例如說中國史 世界史 台灣史 還有 針對我們 怎麼去學習歷史 有一個史學 導論的課程 那會 在課堂上會有非常多的討論 那我等一下也會介紹這個課程 那 接下來就是 在大一一定要 修的是我們共同的課程 那 東吳其實有一個 對於學生有一個要求 非常的重要 就是英文程度 所以我們會有所謂的 東吳音檢 如果英文程度不太好的話 其實 沒辦法畢業的喔 所以來東吳 一定要把英文把它拼上來 那其實我們還有針對 就是歷史 語言 還有 語言方面都是有非常多注重的 一個課程 就是大一一定要去 慢慢去休息而成的 OK 那講到這邊的話就是 還有就是我們還有非常多的通識課程 就是要運用在各個的能力上 你可以針對你自己喜歡的通識 那去 它有分了很多種 學群 那就是大家可以去選自己喜歡的學群 然後去 增加自己的一些人生 就是除了本科系所學的一些知識 當然還有一些彈性的是一些選修的課程 那這些選修的課程 你也可以去針對你喜歡的系 然後去做選修的部分 那現在看到紅色框框框起來 是我們就是歷史學系 進階的一些課程 那其實在 一開始我們會有一些基礎的 對於大家對歷史的一些 各個世界史 中國史或者是台灣史的領域 然後去做一些進階的課程 那現在是進階的課程 那進階的課程 我們有分為就是五大的學群 那中國史學群 其實我們西上的教授也非常的厲害 是他有開一些就是 例如說大家看到紅色框框裡面 有一個叫 中國史裡面有一個叫三國人物的專題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貼近大家 如果大家男生愛打電動 一定都知道三國人物 什麼三英戰旅部之類的 那這些其實在課堂上 老師也會跟大家去分享 這些故事的由來還有這些故事 到底真實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那接下來看到世界史學群 其實有非常多 介紹大西洋史 就是針對比較特定的一段時間 然後去分析去探討去討論 這些脈絡的發生 然後還有一個非裔美國史 也是我覺得非常特別的課程 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那接下來介紹的是 台灣史學群 還有我們的 還有下面的就是我們的 比較特別的 公共史學的部分 那我對公共史學的部分 會比較熟悉一點 因為我其實在歷史系當中 我希望能夠結合一些大展 所以在公共史學群裡面 其實我選修了很多課程 例如說史基文化的導覽 或者是針對我們的電影敘述 或者是針對我們的就是博物館的部分 都是在這個公共史學群的部分 還有新聞的部分也是在這裡面 那接下來也會再跟大家去說明 我印象上的課程 那下面呢 就是我們的總結性的課程 我們會針對我們在大一大二大三所學的課程 然後去撰寫我們的研究計畫 然後去做一些output的東西出來 然後是總結性的一個課程 這是我們歷史系的整個的課綱的部分 那也分享給大家 其實在歷史系有非常多的 第一個是每一本書怎麼我會這樣講 其實呢 如果在高中的時代 大家可能會有印象說 每個人都會有一本教科書 就是說歷史課就是有一本 第幾冊第幾冊的教科書 那其實呢在大學 大學教授只會發給你一個課綱 尤其歷史系更是如此 就是只會發給你一個課綱 那課綱上面全部都一排都是書 那這些書是要幹嘛 是其實都要看完的 當然呢我們會因為時間關係 會去挑選我們覺得比較重要幾本書來看 但是這些書都跟那個議題有關係 所以我才會說 在歷史系每一本書都是教科書 都非常的重要 那在茫茫的大海當中 我們會有一個疑問是 歷史到底要幹嘛 其實歷史能幹嘛 我覺得我現在學到大學四年級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個是 了解人性 為什麼我這麼講呢 因為我覺得在我們非常多的研究的部分呢 其實很重要一點是 研究人類活動的行為 那研究人類活動的行為 因為我們有非常多探討的許多史料 或者是事件或是人物 其實呢這些紀錄下來的東西 都會成為歷史 那這些歷史的事件這些活動 行為的軌跡 所以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因為人性其實是千古不變的 也其實是千古不變 大家都是有野心 都是有企圖心 都是想要 比較自私的一個人性的出面 所以研究人類活動其實可以幫助 至少到現在我覺得可以幫助我 在我接下來的發展當中可以 比較的一個互動 或者是跟人之間有一個好的互動 或者是人際關係 未來的一個生活 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那想到這邊我會講說 那我到底怎麼結合 其實在大一我一直很困魄這件事情 我到底要怎麼結合我歷史 所學到的東西 然後去運用在我的 不管是職場上 所以呢我一開始想 我要教育學生 還是輔系呢 其實這兩個是比較尷尬的 因為教育學生 我在大一的時候 其實因為念歷史系 所以我其實 因為念歷史系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要當老師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在大一的時候 其實成績還不錯 我就 推 就是有去 修教育學成 那其實在教育學成上面 我一直在思考這些課程 到底是不是我適合的 我在大二的時候 我發現其實 教育學成 並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回想一下 我在教育學成 到底是 為什麼的原因 我想要當老師 其實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 我想要分享 我自己所會的給大家 那 一開始我的初衷 來到歷史系的原因 是我會的東西給大家 所以我想要當老師 但是在大學 我參加了很多社團活動 我發現其實 有很多的講師 或者是有很多 社會上的名人人士 其實 只要你在一個專業領域上 有非常多的 經驗 或者是能夠值得給大家分享 其實你都有可能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 讓我覺得 我不要再限縮於 就是只是教育學成 只是想當老師這個事情 所以呢 我又去了福系 我輔了是企業管理學系 因為我想要運用在 我的 社會上 然後希望能夠 因為也是面臨到 很多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企業管理學系 是能夠幫助我 結合歷史學的東西 然後幫助我更有自信的 在未來的社會 能夠更能發展 那 這個呢 是我在 企業管理學系 一個非常特別的 一個課程 它是我們必修的課程 叫策略管理的課程 那 其實在策略管理的課程 我們 這個照片看到的是 我們就是 也是期末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做一個 總結性的報告 那其實它是總結 就是我在 大一到大四 輔系 氣管 學系的一些課 說統計學 經濟學 或是財務報表分析 或是問卷調查 等等等等 非常多 就是氣管系 需要所學習的技能 那我們可以 這個課程做一個 總結性的報告 那也很高興的是 在這個報告 我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然後也得了到的就是一個 老師的肯定 那這個呢 是要分享給大家 所以呢 我一直在思考 我要做的 是要建立自信心 因為 其實在 加入歷史系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 不管是爸媽 或者是 親朋好友 都會有 一個一個問題 到底歷史系 出來要幹嘛 出來能夠 呃 能夠吃飯嗎 所以我一直在建立自信心 我去結合一些 我想要做的事情 去結合一些 比較實務性的東西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覺得印象深刻的課程 因為呢就是 除了剛剛前面有介紹的 歷史系的本科系的課程 其實有非常多的課程是 呃 我覺得在大學生活 一定要去 看的課程 在我東武大學 其實我覺得有非常一個特色是 通識的講座 那在這通識講座 其實有發現到非常多 呃 讓我 有平常沒辦法感覺到的一些課程 例如說 在這通識講座的課程裡面 有一個叫科幻與現代文明概論的講座 那 這個課程呢 其實它就是在說明 科幻和現代文明的一些衝擊 那其實呢 它跟歷史的脈絡 實踐縱走也是有很大的一個淵源 首先呢 等一下我要先跟大家看兩張圖 這兩張大家 可能有看過的一個電影 第一個 地久禁區 它是在講的是一個 外型的入侵的一個電影 第二個呢 是MIB 這個威爾史密斯大家一定都有聽過 其實我也非常喜歡威爾史密斯 但是呢 我在 聽完這個課程之後 我覺得 我並沒有那麼喜歡了 因為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一個 重點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 大家可以發現 那個女生是誰 可能有些人會回答 欸 好像是 就是外星人嘛 可是它 大家再仔細看一下 其實它 在 演的人是 一個 黃種人 然後呢 它其實呢 可以看到這張圖 其實它是醜化的黃種人 它是醜化的 中國的女性 那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 我們平常在看好萊塢電影 會 哈哈哈哈笑得很開心 然後會覺得 欸 它怎麼這麼好玩 但是呢其實 因為上了這張課 我才發現 其實好萊塢很多電影 都是在 批評都是在 歧視我們的黃種人 他們其實是有 因為歷史的一個 年代的一個發展 它 其實在早期也是一個 種族歧視非常地 深的一個過程 所以呢 在MIB的電影 讓我看到了其實 我們並不是 這麼的 在世界上 是這麼的被喬得起的 所以 我決定呢 再繼續 是 史學討論 討論討論 再討論 那 這個討論的過程當中 是到底在討論什麼 我們最常討論的就是 歷史是什麼 那其實在史學討論有一個 我們會討論非常多的個案 那 有一次老師就給我們看了一部電影 叫這個 羅森門 這個羅森門 它是在敘說 一個武士 還有 主要的一個主要角色是 武士、強盜 還有一個婦女 還有女巫 它是一個 各說各話 每個人都在說 謊言的一個 電影 那 看到羅森門 大家看到嗎 是羅志祥、羅森嗎 不是 羅志祥也有一個羅森門 但是呢 它其實是一個電影 它是一個 借船龍之界 所出的一個電影 那 現在看到海報上面 是我們的 強盜跟我們的婦女 那其實這部片 這部片 老師呢帶領我們 就是一局討論 每個人其實 因為人性 每個人都會 有他自己 各說各話的部分 大家再去 去面對我們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法官的時候 都會說他 對他自己有利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在羅森門部分 我們一直在探討 到底什麼是整理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發現 非常多的一個敘述 每個人敘述的史觀 都是不同 所以呢 在史學導論的課程裡面 讓我發現 其實 我們歷史是非常多面性的 它不是只是 你現在所看到的 在教科書上面所寫的 它就是只有這種解釋方法 這是在課程當中 我覺得非常多特別的地方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就是我覺得 還有另外一個 我現在在修的是 博物館實踐與管理 那這個課程裡面 主要當然就是講 我們現行的 博物館是怎麼去做 管理的部分 我們有分了好幾個 就是主別 那還有介紹 在這段課 還有介紹非常多 就是國外的一些美術館 它其實 國外的美術館 其實有很多是 結合 那個博物館 就是 展覽品這件事情 所以 我覺得在這個博物館課程 也讓我 開闊了很多的視野 那 考考大家 台博館 台史館 史博館 通常呢 很多人都少少分不清楚 就是在博物館 一開頭 其實老師有問我們這個問題 那 這個呢 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歷史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一個 common sense 台博館 大家可能會想說 到底是 台灣歷史博物館 還是 到底是什麼 台博館呢 它其實是 國立台灣博物館 它是在我們的 228公園就是我們的 台北車山對面 那第二個呢 是 史博物館 就是國立歷史博物館 這個是在南海路建築旁邊的 一間博物館 那 很多人會把 這個是台南的 歷史博物館 但是呢 它不叫台南歷史博物館 它叫台灣歷史博物館 它叫台灣歷史博物館 這是三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三個比較不一樣的博物館 那很多人會把 這三個地理位置給搞混 到底 史博物館到底在哪裡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 可以分享給大家 也是一個 common sense 可以分享給大家 那現在呢 我要講的是 我覺得 我在大學生活 除了歷史系之外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個 課外活動的部分 因為呢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很沒有歷史系的感覺 因為呢 我覺得我在課外活動社團 投入方面也非常的多 那在這邊也分享給大家 首先呢 我是參加 我是選到我們的 歷史學系的系學會長 那在這個會長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舉辦多 非常多的活動 然後 去帶領的新生去認識東吳也好 這張呢 就是我們認識東吳第一禮 那 東吳第一禮就是辦給我們的 就是剛升上大學一年級 那 像這個照片呢 上面是 我在大二的時候 帶領的大一的班級 那我帶了他們去認識歷史系 認識東吳大學 然後去跟他們做一些認識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呢 是歷史韋亞卡克秀 這也是我在大二的時候辦的 就是一個全部歷史系 大家不要看 感覺歷史系人很少 其實歷史系有非常多的學長節 有非常多的資源 那 在這個卡克秀裡面 大家就展現自己的歌喉 演戲 然後去做一些我們的一些互動 那有很多師生有參與在這邊 那這個呢 是辦給我們的 就是大 在我大二的時候辦給 所有大一的 新生的銀心術語 來到大學 你們一定會接受到的是 要不要參加銀心術語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 來歷史系 一定要參加歷史系的銀心術語 我在大二的時候參加一次銀心術語 然後 帶領了大一的學生 然後去 很多的活動 然後讓他們認識東吳都認識歷史系 在大四的時候呢 我覺得我還是要再回去 再傳承一些東西 或者是帶一些感動給 大一的新生 所以呢 我在大四的時候 又參加了一次銀心術語 所以呢 其實在大學四年 我大三也有參加 只是 照片沒有出來 我在大一到大四其實 每一屆都有參加銀心術語 因為我覺得這活動是非常重要的是 能夠帶領的大一新生 然後去認識東吳 讓他感覺到 其實東吳歷史系 是一個非常溫暖的家 但是呢 在系學會的會長的任期下面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 是讓我學到的是 同才管理這件事情 因為 同才管理 因為我是在大二的時候 接任系學會長 那其實很多的幹部都是 同輩的 他不像有很多的組織是 我們 可能頭是大三而 然後 組員是大二的 因此呢 所以我們在管理上面 都要 很容易都要面對就是 我要跟我的同學 然後去做 命令的口氣也好 或者是去分配一些事情 那中間呢 是我覺得是 讓我學習比較大 怎麼去跟人與人溝通 溝通的一個過程當中 所以我是 我覺得在系學會長裡面 學到的就是 同才管理的部分 再來是 戲牌 戲牌其實 在大學裡面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你還是要參加一個 運動系的社會團 讓 可能本身我自己也蠻好動的 所以 我覺得 挑選一個自己想要 喜歡的運動 我覺得在大學也是非常重要 這張呢 是我在 大 應該是大 大一的時候 就是 去我們的 明治科技大學去比賽 然後 明治科技大學去比賽 然後 那是我們拍的照片 這是大一的時候 大四的時候呢 我在 在我們的史學盃 史學盃就是我們 歷史系的一個盃賽裡面 我也 又去比了一次賽 那這次呢 我們也很榮幸的拿到亞軍 那 其實我覺得要跟大家講的是 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落差 大一到大四 大一到大四 這四年其實我一直有在投入運動這件事情 那 可以看到17號那個 比較假白就是我 好 那這個是攻擊的動作 那這也是大一的時候 就是 有一個攻擊 那 講到這邊我不是要誇到自己多厲害 其實要跟大家講的是 這大學呢 其實運動也很重要 因為 其實有很多同學 你可以注意到 或是之後 或是 如果在 看到的觀眾是高中生的話 很多人會覺得 大學是不是就是 University 有你玩的事情 但是呢其實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運動很重要 因為很多大學生在 私上大學之後 自律的那個概念就不見了 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可能 都要早上六點就要起來了 然後 七點半就早自休 等等之類的 但是其實在大學 選課非常自由 很多人可能會因為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夠自律 那 很容易運動就會忘記 那我跟他講 運動也是很重要 保持一個好身材 健康才會重要 那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我在大學的四年 也非常投入非常深的一個社團 叫魯拉拉社 魯拉社 蛤? 大家看到聽到這社團 魯拉社是什麼? 洗澡社團嗎? 其實不進來 魯拉拉社它不是 魯拉拉魯拉拉魯拉魯拉勒 不是這首大家耳熟能詳的歌 雖然這首歌 其實對魯拉拉也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在我們魯拉社 其實它是一個國際友誼歌 好 那 魯拉拉不是洗澡社團 那到底是什麼社團 跟大家講一下 魯拉拉其實是一個 假期活動服務員 那它是隸屬於 舊國團底下 它的全名叫 舊國團中國青年服務社 假期活動服務員 非常常 所以呢 大家不記得沒關係 只要記得魯拉拉就好了 那 這個社團其實它有 它是一個大一到大四都可以參加的社團 那 在大一的時候會是 主要是當學弟妹 然後去見習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魯拉拉的服務有非常多的對象 那 這個呢 是我們索爾魯拉拉的學長姐 也不算是所有 它是 我們一次的一個年會 會員大會 那 在這裡面 有非常多的學長姐 我現在呢 是44期 那其實它已經有44個年頭 那現在已經是 招募到47個年頭了 那 當我44期的時候 其實 大家可想而知 44期代表一定有一期 那我們一期大概人數都有五六十個 當然 在前面幾期的人數會更多 因為以前大家對於舊國團的活動 是非常熱衷 對於這個服務員則 是這樣的搶手 雖然說近幾年會比較不搶手 但是呢其實我們現在的人數呢 都還有維持到50到60個人 那可以看到這麼多的學長姐 大家可能 到底有沒有熟悉面孔 其實 不在這裡面 但是呢大家一定會知道的是 張善為 也是我們的魯拉拉的學長姐 欸 的學長 那大家可能也有聽過 就是 就是我們的動物園園長 我們的前動物園園長 葉傑森也是 葉傑森理事長 也是我們的就是魯拉拉的學長 所以呢其實在魯拉拉的資源 是非常豐富的 我可以認識到很多 不管是動物園的園長 還是就是在業界非常有名的 其實都是我們的學長姐 那 在魯拉拉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 我覺得在這個社團 非常特別的一個模式 就是山林生活 在這山林生活當中 我覺得學習到非常多 讓我能夠獨立的一個地方 拓荒 這件事情 是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為 其實在大學之前 你會覺得 欸其實 好像還沒有做過一個 比較 精彩的一個生活 所以呢 我在大學 願意走出去 我希望呢 能夠再多看一件事情 那 拓荒這件事情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你現在眼前呢 一片都是山林 那在山林當中 你要 拓出屬於你自己的路 就用你的雙腳 然後可能你手上拿著 開山刀 或者是翻刀等等之類的 然後去把我們的 葉子啊 或者是樹木 把它砍斷 然後你要自己 拓出屬於自己的路 在這裡我學習到非常多 也是在拓荒的過程當中 勇於去突破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當然呢 山林生活最免不得 就是還是要吃飯嘛 那 吃飯呢 當然就是我們自己生活 然後上面看到的是一塊 它是雞肉 然後它是食物 我們也是直接去 轟雞這樣子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的 非常酷的一個體驗 那 講到這邊山林生活 我相信大家會覺得 魯拉拉已經不是一個洗澡社團 而是 經常不洗澡社團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在山林生活 根本沒辦法洗澡啊 所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 到現在其實我們 常常去山林 可能一個禮拜 或者是一個 或者是 15 14天 兩個禮拜都有可能是 你沒有水資源去洗澡了 除非你希望是能夠用 我們的水去 湖水去洗澡 這也是 在我們山林生活 我覺得比較特別 可以看到一個美景 那這是在清晨的時候 它是非常的美 它是在南投 南投物色區的 一個地方 那 早晨它是這樣子 那晚上呢 我們魯拉拉非常的厲害 是我們 搭了屬於自己的營火 然後去辦一場 營火館會 給所有的學員 然後一起狂歡整個夜晚 所以呢 這個 我覺得遠離成宵的 的一個生活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 有點像是反捕歸真 不是變成雲人 而是 我覺得是一個 就是回來 體驗真的接近大自然 讓我能夠聽見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當然魯拉 前面講過的是 他是一個服務員 訓練服務員的一個社團 那 當然呢 我們服務員 服務的對象 就是在營隊活動當中 所 所運用出來的 那其實下面 整潔距離禮貌 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三大精神 那 接下來先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們第一個營隊 是我們的大冒險家 那 在大冒險家 這個營隊 他是在 桃園縣復興鄉的 復興青年活動中心的區域 去做 去做這個營隊的辦理 那 也可以因為這樣子 我帶著 帶著有 前年的一個學員 那我們去塑西的一個過程 那 其實在深山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講說 我們大學 之前其實我也都沒塑過西 那因為盧拉拉這個地方 也讓我塑西 免錢了好幾次 因為其實大家可以去看外面 其實塑西 在外面的市價可能也要不到3000 4000 其實是蠻貴的 因為它需要安全 需要一些技能 才能帶著大家去玩這樣子 所以 我因為在盧拉拉我體驗了好多次的塑西 然後也可以感受一下 這種帶學員的一些互動的美 那 這個呢 是我們的營隊的大合照 那 另外一個社團是我們的Paul Ken 就是它是一個領袖營 那 它主要就是分享自己的 經歷故事 然後因為 藉由這些故事然後去了解人 然後人與人之間也可以 拉近的更 更融洽 更融洽 然後在這營隊其實我們也會介紹非常多的 領導力 品格力 然後去教大家怎麼去當一個 是我們 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的五月 然後帶著一批學員 有很多人其實現在都已經 考上了名傳大學 或是當護理師 那這些 這些其實 對我來講我覺得是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一個經驗 因為這樣子我認識得到很多朋友 然後他們現在也發展很好 我覺得也非常開心 那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曲賓多王活動隊 這張圖呢 是在 在 親愛 親愛國小附近 也是在 南投的 南投霧社區的一個 親愛國小 那其實也是接近 日月潭的附近 那 這個區域其實也是一個 遠離成效的地方 我覺得 魯拉真的帶領我的是 到了很多 偏鄉小鎮的地方 然後讓我去發現 其實有很多 偏鄉小鎮的美 像這個 親愛國小 這個區域其實 就是有很多 小朋友 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們還會自己 談 就是 小提琴 拉小提琴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那這個是我們在 曲賓多王活動隊 見習 也是 他們就是去拓荒 然後我們去帶著他們去拓荒 去感受森林 然後感受 與大自然接觸 這個呢 是我在親愛國小裡面拍的一張大合照 那 我覺得 在這裡面也 也讓我看到很多 社會人士的一些面貌 或者是高中生的一些互動 我覺得是非常棒 那我在 在這個 這一 我是在親愛國小這一站 當作站長 那 也是 辦了很多活動 然後去感受一下 跟高中生的互動 當然 除了營隊生活之外 其實在魯拉也有 培訓的是我們的 領團的人員的一個 技能所在 那我是希望能夠讓 藉由領團這個角色 然後看見台灣的美 我因為領團 因為魯拉 因為領團 然後去了很多地方 這個呢 是我在 算是前幾個月去的 一個地方叫 海洋公園 遠雄的海洋公園 那這個地方 也讓我看到了就是 非常多 因為 我可能之前也沒有想過 會去這些地方 那因為魯拉 因為領團的人員 我到了很多的地方去玩 那這個是 黑色小鴨 大家可能看過 黃色小鴨 這個是黑色小鴨 那也去搭了 利納輪 這個是遊艇 那也去感受了很多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一些事情 當然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的時間是 2014年12月31號 所以呢 大家跨年很多人都會去 可能去看101 然後也有可能在家裡守著電視 去看煙火 看煙火 但是呢 其實我在 去年底 去年底想要做一件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事情 那我希望呢 能夠讓自己走出去 然後讓自己 帶領 運用我的知識 然後去分享給許多旅友 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那這張呢 就是我去看阿里山日出的時候 的一個景色 除了領船去阿里山 那其實我還有帶過一個叫 中國橫健行隊 那這個呢 我們走了總共69K 那總共是五天的一個 五天事業的一個行程 當然前幾天一樣 我們就是盧拉特程 就是不能洗澡這件事 因為其實也是感受一下 我們這個過程當中的艱辛 那其實這個 這個健行隊非常特別是 它走了非常遠的距離 然後大家可能想像不到69K 到底是多遠 想像一下從我們的荷歡山 荷歡山 然後走到我們的太魯閣國家公園 就可以知道 那個距離是非常遠 那我帶來的 這是一個雙語的中學 然後帶他們一起去 體驗這一條 就是綜橫這一段路 那這個呢 是南崗高宮的一個 就是送舊活動 那因為就是這個送舊活動 然後我帶他們就是去 體驗很多遊戲 然後讓他們能夠 感受到彼此的溫度 然後在 離開高中的生活之前 能夠再一次的凝聚 然後出去玩這樣子 那這也是一個領團經驗 我覺得非常特別的一個經驗 那在講到這麼多 我的社團活動 或者是我的 在歷史學系所學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在這裡面我到底 學到了什麼 我的收獲是什麼 我覺得 在 所以 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喜歡 是 看清場合辦好角色 這個我覺得是在 呃 社團裡面給我 最大的啟發 因為 我覺得要如何 辦好一個角色 不管是你在現在 可能是當一個好好的乖學生 或者是你現在是社會人士 你可以 呃 就是要扮演就是 呃 去面對上次一個角色 那其實在家裡 你可能要扮演一個好孩子 所以呢其實每個 扮演的角色 都是需要一些磨練 都需要 呃 一些啟發的 這張呢是 大冒險家的時候 我拍下的 我覺得它 象徵了我是 需要勇敢突破的時候 我就要努力的往前衝 這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角色 那 這個呢是我覺得 當你需要有技能的時候 你就要擁有一身功夫 那 所以呢當然雷介非常重要 這我覺得是一個 另外一個角色的呈現 當然呢 當你 需要 要嚴肅的時候 當你需要嚴厲的 像你 當你需要嚴謹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就拿出 嚴謹的心去做好每件事情 像這 這次呢是 我擔任執行官 然後帶你的一群學弟妹 要去山裡面 去徒步 所以呢它的安全 它的安全性 都是由我來去建立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嚴謹的角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當然呢 除了勇敢之外 或者是有一些技能之外 還有嚴肅之外 當然你還要當一個 能夠開心的一個角色 就是 搖明臉這樣子 其實呢 其實 你該開心就該心 然後 該嚴厲就該嚴厲 所以呢 我覺得在 這大學四年 我學到非常多的是 看清掌和 辦好角色這件事情 另外呢 在歷史學的方面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是 用歷史的角度 發現周遭的美 其實平常 我們可能 不會注意到 周邊的一些事情 像我在 東國大學 也因為歷史學期 我發現了很多 我覺得 很特別的事情 像剛才前面有介紹的 我們的席字爐 那這些呢 其實我覺得都是因為 我學到歷史期 我發現 其實 看事情的角度 會變得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看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 把這件事情拉到 它以前是怎樣 它現在是怎樣 那它未來 有可能是怎樣 其實歷史學 它不只是 只是研究過去的事情而已 它其實 也讓我們 看到了 我們自己的未來 能夠變成怎樣子 所以 藉由了解過去 去知道 我們未來有可能 是什麼發展 那也可以因此 深入各地 去大高層 去很多地方的美 去發現 周遭的美 發現我們台灣 其實也可以這麼美 那 要這句話分享給大家 是我覺得 因為在高中 升大學 歷史系 這個東西 讓我很沒有自信 那其實這句話 一直勉勵著我 這句話 我在網路上看到 分享給大家 現在不厲害沒關係 但要開始變得很厲害 因為這句話 讓我覺得 雖然我是楊梅高中 雖然我不是 明星學校出來的 但是 我覺得 只要你肯去實踐 只要你清楚 你知道你現在 做的每一件事情 到底是做什麼 那 只要想清楚 勇敢的去嘗試 現在不厲害 真的沒關係 但是 你要想的是 你要努力去實踐 努力去嘗試 要開始變得很厲害 最後呢 謝謝大家分享 看我的IOH講座 那以上呢 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